覺得 覺得你是不是喜歡我 果然是我的錯覺 對吧 那就拜託你以後不要再對我那麼好 不要再動不動就因為李哲的事情給我發脾氣 如果你是吃醋 你不喜歡我為什麼要吃醋 如果你不是吃醋 那就是因為討厭李哲 所以也討厭我 不是的 不是什麼 不是吃醋 還是不是我的錯覺 你今天一定要把話說清楚 不然我不知道該怎麼面對你 我們的故事有點荒膽 最初的相遇並不美滿 落魄的情節 你剛好出現或許是命中註定遇見 半個年 feeling pó 往年 你快吃醋 虽然我不知道怎么说 但我知道怎么做 永远 什么声音 什么什么声音 不用怕 肯定是艺人 别生气嘛 咱有话好好说啊 不就是艺人姐昨天跟李哲 约了个会吗 不是约会 只不过就是见了个面而已 不是我说啊 你这吃醋的频率 未免有点太快了吧 小心 对身体不好 你闭嘴 我闭嘴 又是你吃醋 哥 喜欢一个人 是很正常的事情 你完全不要这么抗拒 再说了 如果你实在表达不出来的话 你用行动表达也可以啊 我相信艺人姐肯定会明白的 要知道 嘴巴除了平常说话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 你知道是什么吗 像这样胡扯 是接吻啊大哥 我要靠在你耳边 亲吻着你的脸 我对你的爱恋 就是服服帖帖 温柔的缠绵 没病吧 算了 算了 跟你说你也不知道 一句话 要不要 我去帮你打探一下徐一人 到底对你有没有意思 不许啊 不许啊 你就傲娇吧你 早晚有你打脸的一天 千万 这么接我 冯总 您现在忙吗 你一会儿想吃什么 我提前去超市买 除了这个 没有其他想跟我说的吗 你说哪反了 还有呢 我昨天是去见李哲了 他说让中介帮我找房子 可我真的不知道 那房子跟他有关系 找房子 你就这么着急 要搬出去吗 我家到底哪里不好 不是我要找 你家哪儿都好 可我也不能一直赖着不走 又没人敢走 难道比起我 你更愿意接受李哲的帮助 我为什么非要接受谁的帮助不可 你干嘛 吓死我了 你是不是去见李哲了 你怎么知道 为什么去见他 是不是喜欢他 不是 我没有 我不信 那怎么办 我要惩罚你 怎么惩罚 我要吃草莓 我原来是做梦啊 嗯 一人姐姐快起床了 我好伤心啊 我快知道 好好好 快快快 一人姐姐快点 我要吃草莓 快快快 快快快 我坐好了 快吃草莓 刚刚跑步去超市买了草莓 来 吃草莓吧 我不吃 大早上谁吃草莓啊 变态啊 很甜的 变态 月亮万后续的工作 你是怎么计划的 这次水彩画和手工建模 虽然帮了很大的忙 但还是有运气成分在 接下来我们要找一个正规的建模公司 你和我想的是一样的 项目还是得找专业的公司来落实才行 其实我觉得大晟挺好的 对了 不如 把找建模公司的重任 交给许一人吧 许一人 为什么 以他和李哲的关系 说不定可以帮我们说服李哲 来跟我们合作呀 你误会了 他们只是认识 并没有什么身交 是吗 他们两个没有在一起 那我们公司聚餐的时候 他还跑去跟李哲过二人世界 反正他们没什么关系 你这么了解啊 其实我觉得 许一人跟李哲在一起的话 也挺好的 这对于我们来说 是个好消息 我觉得他一定能帮我们说服李哲的 总之方圆 是不会跟大晟合作的 我自己找建模公司 你说这个许一人啊 还真是挺厉害的 照这样下去的话 我是不是得给你找助理了